欢迎来到新闻烽火台 中国恒大被香港高等法院勒令清盘 这意味着法院将授权债权人控制恒大的母公司 并且允许他们清算恒大的所有业务 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南卡大学爱肯商学院 讲习教授谢田来解读 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啊 我们还是先介绍一款产品 而这个产品呢对有高血压血脂睡眠不好 记忆力衰退等症状的朋友呢会很有帮助 就是普瑞糖植物鱼油 大家知道通常的鱼油也就是欧米格3 可以帮助改善上述症状 不过呢市面上的鱼油产品的原材料多是鱼类 那么现在海洋的污染严重 而且深海鱼油的味道很新 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新味 而且呢多是通过分子蒸馏技术提取 高温呢会破坏欧米格3的功效 但是普瑞糖纯天然植物鱼油呢 是从马齿线和紫苏籽中用低温萃取的 这些马齿线和紫苏籽都来自韩国没有污染的黄梅山植被区 低温萃取的方法又保留了欧米格3的功效 更重要的是普瑞糖的植物鱼油呢 它的胶囊都是由海藻制成的 可以说是100%纯素纯天然 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点击视频下方链接购买 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FF2023呢 就可以享受全球免费的邮寄 好那回到今天的话题 我们今天请来了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习教授谢田教授来解读 谢田教授你好 方菲你好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谢谢 那么今天传来了香港高等法院勒令恒大清算的这么一个消息 那么这个清算呢 就是他就法院说清算人士有权接管恒大在全球 包括中国的所有子公司 并且出售公司的资产偿还债务 然后法院好像还指定了两个清算人 那么其中一位呢 曾经领导过雷曼兄弟的清算 还有一位参与了瑞幸咖啡的重组 但是这个清算人呢 他发声明说 清盘令只适用于母公司 不会对中国恒大在中国大陆的子公司产生影响 这个就让人有一点点搞不清楚 就是到底是母公司还是子公司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谢田教授 就是说这个恒大被清盘 一个他的清盘的范围是什么 然后呢他的这个具体过程大致会是什么样呢 首先这个我对这个刚才你说这个一个清盘人 有一个这个说法表示有点难以理解 因为它实际上如果涉及到全恒大的资产的话呢 那就是恒大全球的资产呢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当然可能有一个例外可能就是美国 恒大之前在美国有一个申请破产保护 那那个保护部分那部分资产呢 可能会有些可能会引起另外的争议了 因为当时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时候呢 他们是说要等待这个在香港这个重组的决定 现在香港这个重组呢没办法进行 不可能发生了 清盘的话呢那部分的话可能还会引起一些新的纠纷 但是你说如果说你清盘恒大 你只是清盘股母公司的话呢是没什么价值的 因为它的母公司的话它这就是一个控股公司 控股公司它实际上真正的资产呢 并且它这个现在这次要求被清盘实际上是有一个债权人 一个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在亚洲某一个国家的一个债权人 他在香港法院呢申请要对它要破产清算 那现在同意了对 那这个资产的如果都在中国大陆的话呢 那你不设计中国大陆的话呢 你是没办法那个整整的实施这个 就是说清算然后呢拍卖偿还这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有点那个 有点可能有点你可以说它有点为难情绪也好 或者有点有所顾忌有点在担心 但是如果我们先不管这个人的说法 这个清算者的说法 那就是说真正的清盘意思呢 就是要把它所有的资产全部清查核点 因为这个非常非常复杂 因为那涉及到这个它在中国200多个城市有资产 你就把这200个城市它每个资产多少楼盘多少项目 多少这些土地全部这个清算清理清楚的话呢 可能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 然后呢你这个还有有些公司里面它有恒大足球 它有些控股的那组可能有多少多少 从大汽车 大汽车恒大什么新的这些 它成立了几十家那个子公司 这些公司有的是全资拥有的 有的是那个合资的 有的是这个部分参股的 你这些呢 因为从原则上讲的话呢 所有这些财产呢都在清盘的那个对象之中 因为它要账还这些债务的话呢 必须把这些都首先要封查 然后呢再执行拍卖 那具体做起来的话 可能要做好几年才能做完 但是呢你必须涉及到这些 在中国所有的这些财产 甚至在海外的这些财产都要涉及到 是所以就是这个其实是很复杂的 我看就是有的分析是 甚至说这个清盘的过程 可能要五年啊什么什么 当然这也牵扯到到底这个执行 在内地能不能执行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请您再展开说一说 但是我想先问一下 就是现在法院要求恒大清盘 是不是已经看到了说 它的债务重组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 而且看到说中共是不可能来救恒大了 是不是 当然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恒大出现爆雷 第一次开始违约的时候 应该是两年两三年前的就开始了 那这两三年开始以后呢 他先是这个徐家印呢 他可能卖了一些什么山顶豪宅 卖了一部分资产 卖了一份股票 长铺了一部分 他可能不得不马上就归还的 他这个债务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知道他是两万多亿的债务 这和美元就是几千亿美元 那这个呢实际上是重组的谈判呢 已经进行到现在可能也快 应该也有一年了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以后呢 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就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跟这债券人达不成协议 这是因为达不成协议 所以说其中一个债券员呢 现在就要求这个要求清算 要求那个进入破产程序清算 清算当然是重组已经不可能了 那这个让我觉得很吃惊的一点是呢 就是说因为这个清算 最后这个法庭的命令呢 涉及到中国大陆的整个一个司法体制 涉及到很多你想200多个城市 可能几十个省 那既然这个好像就是说 它没有好像是跟中共那方面 或中国大陆方面打什么 打个就是说给公共交易提个醒啊 或者是打个招呼 对 它直接就做出来了 这个是让我觉得 这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一般预计的话 香港在中共这么严格的控制下 它也许跟中共会有些沟通 让中共知道 现在看来呢 因为中国方面 中共大陆方面肯定是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的 因为你涉及到这么多工程 这么多 你看200多个城市的法院 和那个警方的力量 这个事情是 这个事情确实太震撼了 没打招呼 没打招呼 本来应该就必须要打招呼 法庭只为它的那些 它的那个就是说起诉人 公诉人和编码 为了法律服这个 但这个还是让人们蛮吃惊的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把中国这个房地产 破灭的这个盖子呢 给揭开来了 因为中共一直在掩盖着 一直在 实际上这个中国国内那些 很多债权人 恒大债权人的话呢 早就可以就是说要求破产清算 就是按理来说的话 中国恒大可能欠了这么几千几万家那种 供货商也好 破产商也好 这些其实都有权利要求这个破产清算 但是呢 显然我们也没看到在中国大陆这么多人 这么多公司也没有人敢做 没有人敢动 有大家都在等着中南海的那个命令 现在香港呢 毕竟有点是这个中共的法外之地一样的 或者办法外之地 它现在把这个 把这个楼子给捅出来了 嗯 对就是感觉中 就是香港的法治残留的一点惯性 所以人家说这个香港的法治看来还是有底线的 但是呢 现在就是说 当然香港 中国仅存的可能一点点现在还在起作用 对对对 能不能够真正的开发结果或者这个我们要看 是是是 所以现在就是说像你说的啊 就是香港的这个判决在内地能不能被执行 那那基本上呢就是说2021年的时候好像香港和内地有一个双方互认法治这样一个协议嘛 那这个协议我看华尔街日报说呢 它的名字叫做关于内地与香港相互认可和执行民事判决的安排 好这个呢是1月29号也同步生效了 而且之前呢好像说有一个案件 2022年的时候深圳有一家法院 他在判那个一个案件的时候承认了香港法院指定了清算人的权利 但是呢因为恒大像您说的确实很大 所以现在我觉得大家是在关注 我看说大家在关注几个标志性的城市 就是上海深圳 还有一个城市 我忘了是广州还是哪里 就是这几个城市的法院 他到底承不承认香港这个清算人的权利 那在您看来啊 您的预计就是说 内地他会承认香港法院这个判决吗 我觉得很难 你如果说你像刚才你提的例子 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大陆和香港这个司法的互相承认 和这个 张老师应该说就是今天开始生效的 那这个生效的时间和这个法院判决的时间 就还在一起 这是有点蹊跷在那边 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后面 后面有什么故事啊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值得进一步观察一下 但是呢你像有一些 你刚才举那个例子的话呢 如果涉及到这个金额比较小 或者当事人也不是什么太重大的 或者没有太多的背景的 那这个内地法院承认香港的判决 这是可能的 这些用战判决的问题 这些是说的 这些用战判决的问题 那现在我说就去拒绝 那这些 statut在时 他有关于我们的 一切这个事实在 但是他可能终培他们做的 尽量的几イ纳 现在对限制是 尽量的几イ纳 那么如果您有关于他 这个是一个叙子的 你是不是说有关于 但是我知道 實際上是香港反過來想對中國施加影響 就一個小螞蟻似乎跟一個大象在搏鬥一樣 這感覺很奇怪 很有意思的 所以這個揭示的意義 我覺得這個意義非常重大就在這裡 有一些如果是恆大 比方說在什麼三線城市 一個小城市 也就一點點房地產 這個時候要那些城市來配合香港法庭的話 這個可能問題不大 但是如果大了的話 在上海 在深圳 在很多一線城市 二線城市 這麼多大的項目的話 因為這個項目裡面涉及到很多 實際上是中共當地的地方政府 地方的黨政軍的那些官員 它那些整個錯綜複雜的那些勢力 甚至是包括當地那些法院那些高官或者是書記 涉及到很多很多人的利益 這麼龐大的利益 這麼龐大的權力也在這裡 你說香港這個法院判決議史公文 它正面就馬上就把恆大可能幾十億 幾百億的財產就扣押 扣押它也不是不解決問題 它還要拍賣 這才是更大的問題 因為一旦這些大的城市 哪怕中型的城市 開始真的要把恆大的房地產全部拍賣的話 必須拍賣 可能把資金收回來 才用這個錢去還債權人的債務 一旦開始拍賣的話 恆大的如果現在被拍賣 等於全部恆大的資產都被法庭開始沒收拍賣的話 這個局一定就把中國房地產就徹底去摧毀 因為那時候那個財賣是沒有底線的 應該是沒有底線的 就是說你拍出什麼價就是什麼價 你可能一億的房地產可能最後一千萬五百萬就拿掉了 你只要有誰出的最高就行 但是我們也知道中國以前那個現在這些 現在房地產在深圳 在一些很多城市 它的房地產它降了40% 50%以後都沒人接受 那如果現在房地產一下來一大批上市的話 那就再把它降到70% 80% 這都是完全可能 如果真的降了70% 80%的話 那中國房地產就徹底崩潰了 所以中共實際上這個中國房地產的泡沫 現在中共一直在掩蓋 一直通過行政手段在維護 一直在想辦法保交樓 完成爛尾 一直在拖延著 壓住這些債券人不去讓它破綻 那現在看來這個樓子在香港被揭穿了 揭穿了以後 我覺得它這個 對整個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衝擊可能是更大的問題 偏大的問題 是 對 而且就是地方法院 我覺得就是說 每一個地方法院有多大自主性 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比如說是不是這邊的法院不同意 但那邊法院有可能同意 中共會不會施加什麼壓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 它不同意的話 它又有什麼好處呢 它那些東西積壓在那邊 一樣這個樓賣不出去啊 或者是一樣這個樓交不了啊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它一直積壓在那邊 現在我估計 中國現在有恆大房地產的那些城市的法院 現在就紛紛地向最高人民法院或中南海要告急了 要這麼做 因為它馬上就涉及到這個 因為它最後我們知道中國沒有真正的法律體制 中國這些法院最後的判決就是最後法院裡的黨委 它這個香港人很多聽不懂 因為應該是不懂事 我覺得我們可能在一起的大陸的政權 所以我覺得這次會很正常在說 那大陸的政權發生的說法 就現在需要的話 我會想說 現在大家會想說 就是說這個中國的政權 要不要投資者會有多少秒 那麼下面的政權來投資者會不會投資者會有多少 現在我覺得這次側那個政權就不定了 那著 slim 或者說你真正能不能疼 但是絕困到這個政權 那麼我明明呢 其實大家也不可能在這些年齡 有些人把這些財產全部給沒收了 馬上就要拍賣 拍賣以後可能最後他們只能賣成十分之一的價錢 那下面一定有想辦法來推諉、阻撓或者拖延 你可以想像到的辦法他們都會用 他們肯定是不願意 不可能是真正執行 還有一個 中國把香港當作一個特別自治區嘛 對吧 這個行政區到底是跟這個省級的最高法院 省級的法院是評級的 還是市級法院的評級 這個還有一個問題 它居然是一個中國的一個城市級的法院 像是直轄市的法院和一般城市的法院 還是省級的法院 如果這些 比方說在中國這些官僚也好 相關利益者 他們不服這個判決 他可以上訴到不服判決怎麼辦 還有他認為你這個香港一個城市的 中國一個城市的法院的判決 對我這個比方說省的省一級法院的判決沒有效率 這個怎麼辦 這個會出現一系列的大問題 因為有些財產呢 你可能是它那個 比方說在某一個小城市 一個區 有的是一個市 有的可能是跨省市的 在整個一個省 那你這個到底是誰來做這個決定 那其實難道香港這麼一個法院 這麼一個判決 可以讓中國200個城市的所有的這些法院都開始聽命 然後集體把恒大的財產全部給抹收 然後開始拍賣 這個你想都想像不出來 就是這個我剛實現起來是非常困難的 你哪下就知道 200個法庭 200個法院 然後呢 一起拍賣 對中國的房地產 房地產 對中國經濟 有什麼樣的憧憬 對那個老百姓 人們的財富有多大的憧憬 你想都不敢想像 所以呢 我覺得也許是因為這個 就是那個清算人呢 至少在現在他說 對子公司不會有影響 咱們假設說 它一開始不會觸及到子公司 但是這樣的一個母公司層面的清算 對於中國的這個這個恒大的這些要保交樓的這樣一個任務 會有多大的影響呢 因為比如說恒大地產 我看了有個數據 說那個恒大在全國的爛尾樓項目 說超過1300個 涉及了160多萬的這個樓房單位 然後這個涉及的這個購房者人數大概五六百萬 那假如說這些是屬於恒大的子公司 恒大地產或者什麼什麼 但是你母公司被清算了 那你子公司要繼續去推動這個保交樓 您覺得這個難度是不是會增大呀 你覺得這個保交樓的意思就是你還要繼續運作 對吧 你的公司要運作 你要繼續付錢給那些材料啊 或者控材料商啊 建築商啊 所有的這些你才能繼續把這個樓房 完成在交樓 你現在如果法院一直令下的話呢 馬上就全部凍結 因為它不允許你再有這個繼續的交易了 什麼叫清算凍結呢 就是按今天或者按哪一天說好的時間以後呢 所有的資產全部凍結 這樣你才能清算 要不然的話你這個 你如果它還繼續運作的話 它不由把你很多資金 把很多財產就偷偷給跑掉了 甚至把這些東西悄悄賣掉了 變現以後呢 有些人拿著錢就逃跑了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按理來說 按正常國家如果有這樣的清算的話呢 那就是說在某一個日期確定以後呢 所有的一切的交易活動都得停止 還有那個我不認為它可以 像你剛才提到 它怎麼可以光是對母公司請算 母公司它就是一個控股公司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我記得它好像是不是在加勒比海什麼地方註冊 對 它如果是應該開慢行程 開慢行程負責 對 如果說你要去控制 那公司 你去那總部它沒有什麼 什麼也沒有 就是控股公司 它的資產就是它的股票 股票就是它的股權 就是權益 權益都是在中國各地的200多個城市的那些房地產 你如果不動的話呢 你在母公司你怎麼清算呢 沒有什麼沒意義的清算 因為你清算以後呢 你說清算了 你把它的股票全拿下來 對吧 全拿下來 這些債券人都不會滿足的 這股票已經不值錢 現在這股票已經停牌了 對吧 恒大的股票 很多其他職業的股票都已經停牌了 所以它必須把這些股票 支撐的股票或支撐當時 它那個貸款的抵押的那個食物 要沒收才可以 而這個沒收的這些食物和財產的樓盤呢 分散在全中國各地 包括什麼恒大足球啊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100%的擁有 還有能源汽車 旅遊 體育 金融 健康 那些可能都是小頭目了 或者小的那個 小的部分 最大部分呢 事實上就是這些漸層的 未漸層的那些房地產 是 宏觀上您覺得這樣一個消息 對於中國經濟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就是比如說消費啊 我看有分析說 這個讓消費也好 讓外資就更沒有信心 然後對這個中國的金融可能也會形成打擊 您的看法呢 是的 一定是打擊的 這個我覺得基本上要把這個中國這個 我們要看下面怎麼執行了 關鍵的執行的話 或者說會不會這個香港法院又迫於壓力 受回承命啊 或者改判 或者推遲 或者推遲性 這都可能發生的 如果受到北京的壓力的話 是吧 如果它真正的按它的一個法律程序走到現在 那這個命令已經出 法律判決已經下來了 我們為什麼要承認中國 中國中國的房地產 基本上要全軍覆沒 馬上就要全軍覆了 我們也知道它已經破滅 已經破滅了 但中共還是在掩蓋著 在Hold住 希望它不至於一下子就崩盤 但是你因為最後它要法院拍賣的時候 它必須拍賣 拍多少錢 算多少錢 那時候它就沒有保留底線的拍賣的話 就是叫做絕對拍賣 不是那種 一般有的說帶底線的拍賣就是低於多少錢的話 我有權力不賣 對吧 那這個時候它只能是Absolute Opposition的話 就是絕對拍賣 能賣多少錢算多少錢 能賣多少錢當然它還是直卸錢 對吧 它這個一樓盤 至少它那些水泥 磚頭 鋼筋 還有地塊 它是直卸錢的 很可能只值它原來現在實價的十分之一 我認為很可能就是 真要開始大甩賣 大拍賣的話 可能一成 拿回一成這樣就不錯了 那拿回一成 你想想對中國這個房地產的衝擊有多大 這整個行業不是光是很大的問題了 就所有的樓款都會被貸到 所有樓款都貸到 所有的貸款都被拖垮 那這銀行也完蛋了 所以我不知道 我相信中南海應該是非常憤怒 除非香港的司法當局跟它有過提前的這種溝通 如果沒有溝通的話 這個會讓他們非常的憤怒 因為它這個一國兩制 本來是想著中央有 大陸有權利到香港 把司法弄到香港去 沒想到這回讓香港 他們看來一個小小的香港的地方的一個法庭 居然可以來指揮全中國200多個城市的這麼多法庭 並且可以把整個中國的房地產經濟 房地產業 還有整個經濟給拖垮 這個我想是他們可能是始料危急的 對 我看有中國財經專家說 恆大集團這個問題屬於個別現象 孤立現象 但是人家說 你這個恆大清算其實意味著說 中國那幾十家違約的房地產的公司 其實全部都在於位於應該被清算這樣的一個地位 是 因為這些中國的前一百大 大部分都有外債 它都有發行的那些美元的債券 港幣的債券 那這個事情成為一個先例以後 那些公司 那些債權人 這次有這麼一個債權人 好像是在 我記得好像是在關島還是在馬里納 什麼就是亞太地區有一個在那個小島上註冊的一個公司 它現在在逼迫使 香港法庭必須競算 那現在這個法官就是法官在按這個來判決 因為它沒辦法再拖 已經拖了一年多了 這個事情已經兩三年了 它現在這個重組已經談判了一年多 沒有任何進展 所以你這樣做的話 這怎麼是騰大一個家的公司的問題 你只要這個房地產開始拋售一開始 那就不是恆大一家的問題了 這個還涉及到更多的那些 所有的中國 整個房地產業都要受到打擊 前一陣 李強還說中國的這個經濟的成長率是5.2% 你怎麼看它這個數字啊? 那當然是假的了 肯定是假的 我覺得-5.2%我都不會期望 連這個給中共比較 非常照顧中共連面 給中共留著臉面的 或者比較含蓄的那些很多西方公司 他們跟榮頂公司嘛 榮頂公司估計只有1.5% 這個我覺得已經是比較保守的 比較給公眾留著臉面還是正的 就是你至少還在增長 那即使按這個1.5%和中共的5.2% 這個差距就是3%到4% 就是它實際上是告訴人們 就是中共虛報了3%到4的那個經濟發展 我認為這個數字肯定不止 這個幅度呢 肯定不止3%到4% 可能5、6、7都最可能的 你如果看到中國 你看房地產是像這個樣的 三架馬車這個房地產熄火 進出口也熄火 然後呢 即消費也可熄火 它怎麼可能增長這麼多 就像人口還是減少 它根本就沒辦法增長這麼快的GDP 所以這個數字絕對是假 假的離譜 但現在看來呢 就是中國老百姓也不相信 股市 整個股市 你看這個李強說完 股市這個三大股市一級花下跌 港股也跟著下跌 所以沒人相信它這個數字 是 我看有報道說 中國人的財富說80%在房地產 當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這麼高 當然就大部分是在房地產吧 那還有一部分在股市 但現在都是大幅下跌 所以我看有分析說 中國人的這個財富 可能會一下子回到30年前的樣子 至少20年 至少20年 因為至少回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前的狀態 因為這個加入世貿帶來的一些紅利 帶來那些外國投資出口導向的經濟 所有這些現在基本上都抹掉了 所以至少要回到20年前 可能30年前 這個也毫不奇怪 至於說中國財富多少 大部分 至少如果沒有80%的話 至少有一半的債房地產是不過分的 股市也是 我們看到股市現在那個戶指 現在不是保3000點的問題了 從原來的5、6000點 現在到3000點 現在是2900、2800好像在保2700了 對 就是說這股市過去 股市從創立已經到現在 這20、30年的積累的財富基本上已經清零了 已經從股市的收益看 就退回到20年前 是 是 所以2024年的這個經濟 這個中國的經濟 我看這個真的是相當嚴峻的 所以很多中國人 他確實就是他能認出來的話 恐怕面臨的是相當艱難的情況 那好 那非常感謝謝天教授 今天來跟我們分析恒大這樣一件事情 可能造成的影響和中國的經濟現況 謝謝您 那我們下次再聊了 OK 謝謝 再見 再見 再見